馬路突然出現裂縫高低差 居民嚇壞 紛紛在旁圍觀 不久後路面突然下陷 變成一個巨大天坑 大概十二點半左右 他就開始有一些坍塌的狀況 大概隔十分鐘 幾乎那個洞越破越大 我來到現場的時候 我發現不對勁 很明顯用肉眼看到 那個地面的坡度是 持續持續往下 那十四戶的部分 我們請大家撤離 警銷人員立刻疏散附近住戶 天坑位置就在臺北大同區赤峰街 路面凹陷三米深 北市府新公署人員立刻到場了解 初步掌握這個坑洞長 六點五米寬 三點四米 因為管線穿越水溝溝壁 導致溝壁破裂 水溝的水將泥沙沖走 奏成地面下陷 剛剛的了解是溝壁有破掉的情形 破掉又沖刷 所以才會造成今天地面下陷的狀況 你看這旁邊沒有工地 這旁邊是公園 如果平常地面有下陷 已經有裂痕的情形 那麼就應該要主動來查一下 目前天坑已經修補完畢 只是光是大同區 兩個月內就發生兩起天坑事件 市府相關單位恐怕還是得針對管線問題 好好檢測把關 還給市民安全的用路環境 3D新聞王晨毅林玉君台北總報道